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最新的例证我想就是我的这个工作的这段经历 通过这个比较来发现中国为什么具有低人权成本 或者说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低人权成本国家 本身呢这个成本这个概念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它是指呢那么这个劳动主体为了获取某些经济利益 而放弃掉的一种机会的一个损失 你比如说那么你呢这个参加了某项工作 那么你的成本是什么 那么你要花时间在这上本对吧 这就是你的成本 你本来可以把这个时间用来做其他的事情 获取的是其他的利益 而你放弃了获取其他利益的那个机会 那么改为什么做现在的这份工作 这就叫一种机会的放弃和选择的过程 这个过程贯穿的就是成本的这个经济学的概念 那么我来到澳大利亚工作之后 我才发现这边的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主体 那么我们的公司 首先想到第一位 不是这个公司要赚多少钱 要实现什么经济利益 放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这是我们呢 澳大利亚的很多的这个工作啊 必须首要贯彻的一个价值观 那么如果这个老板不把员工 当然也包括老板自身的人身和健康的安全 包括这个企业的这个环境的生物安全等等 放在首位的话 那么这个单位呢 本身就无法在澳大利亚长期的生存下去 因为这个社会呢 要求那是把人的权益 人的发展 人的这种健康和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这种满足的这种啊 这种地位呢 放在第一位 而在中国是不行的 而在中国我工作的时候 老板要求的是什么呢 或者说你即使为政府工作当公务员 他的要求也必须是 我这个单位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首要目标是我单位要实现经济利益 或者是政治利益 往往如果政府单位的话 那么他首先是要实现的 就是对于上级呢 要实现什么 要阿谀奉承啊 要做好各种各样的领导的接待 宴请工作呀 所谓的礼尚往来呀 所谓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的东西 都充斥了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没有机会 没有任何的时间 也没有任何的空间和余地 让你去思考你自身在这个过程当中 究竟是否有人权 或者说能否得到一个 基本的人权的满足 是没有的 很多的中国的民营企业 要求他们的员工呢 所谓的什么 7乘24小时啊 996加班的工作制啊 这些词汇 想必在中国的很多的媒体当中 已经是司空见怪了 而且即使你是在中国呢 现在原来的这个高学历 好像还能够得到一些实惠 现在呢 中国的这个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扩招程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规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就连他的知识分子 也已经被迫 服拥到这样的一个低成本的人权模式的运作之下 所以说 中国现在的低成本人权模式 已经不光是对于那些普通的 我们讲所谓的农民工 其实这个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 也是一个具有其实性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是乡下来的 你到我这里你就算是农民工 这样的话呢 以至于北京的统计他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案例的时候 病例的时候也要什么 把外来务工人员单列 把他们认为呢 不是北京人嘛 中国的户籍制度的罪恶嘛 都在这里体现出 说到户籍制度 其实呢 作为中国低人权成本模式的一个帮凶 我想户籍制度 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自是不言而喻的 非常不光彩 中国采用这个户籍制度呢 把他的这个低人权 这个成本模式的运作 极大给放大化 导致的结果就是 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家园 人们只能够被迫在当地呢 寻找工作 或者是呢 整天过着那种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日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如果离开当地的话 就要面临失去他的原有的 这个居住地址 所给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待遇 虽然说在中国 本身在原户基地 也没有什么人权可言 也没有什么正常的待遇可言 强拆的 该强拆的还是要强拆 该被驱赶的还是要被驱赶 该被剥削的还是要被剥削 该上访无门的 照样还是上访无门 是一样的 但是他到了这个 比如说从四川 他出生地是四川 他到了广东去打工 这样的人潮在中国 每年都有上千万的 中国的春运是怎么来的呀 就是因为户籍制度所导致的 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种情况 有的说北朝鲜和越南也有户籍 但是人家那个地方的春运 没有像中国这样如此的大规模 人口的流动反而会加剧 中国的这个 疫情的这种爆发的这种传播的风险 所以说是中共自己啊 加剧了这个疫情的爆发的这种 这种严重程度 好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么他从四川到了广东之后 他才发现 孩子无法跟着他的父母去 造成留守儿童这样的社会问题 而且呢 留守儿童在当地呢 留守儿童留在四川吧 留守儿童是当地户籍的人吧 但是当地呢 却根本不会给予恰当的照顾 社会慈善组织严重的短缺 而且他就是送到了幼儿园呢 送到了中小学呢 也只能接受洗脑的教育 而且幼儿园还存在着大量的 非常普遍的虐童的情况 所以说在中国 这样的一个低成本人权的这个运作模式下 种种的社会乱象 频生 导致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发展 严重的畸形 所以说中国人民的这种生存的状况 是在世界上是非常令人堪忧的 中国的幸福指数为什么差 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是不无关系 我想 本期节目为您提供的这些思考角度 一定呢 是这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的 中国低成本人权运作模式下 中澳两国比较之后 所让我们能够更加 发人深省的一些地方 好的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